各位同学 大家平安 同工们 老师们大家好 还有网路上的同学 我们的同工们 网路上有不少同学 同工们 我们今天呢 这个时段呢 我觉得我一个人来讲 太枯燥了 有想到有好几个同学 还在导时差当中 不想要把这个时段 变成大家都是 昏昏欲碎的时候 所以我有个很强大的 一个panel 等一下他们会 就他们的人生的经历 还有那个专业的 这种丰富经验 跟大家有所分享 大家刚光听这三个人的名字 是不是就觉得 非常的美好人词 幸福安康的感觉 有没有 有没有就觉得 等一下你再看看 他们的微笑 真的就是让你觉得 非常被疗愈到了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等一下 我们的panel 会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那我在这一几段 新约里面记载 记载包括四福音 以及使徒行传 所记载 复活耶稣所颁布的 大使命当中 我选了一段 最短的经文 这段经文 我的remote control呢 OK 好 这段经文 我选用的是在 约翰福音 20章21节那里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你们 谢谢 好 这段经文 这个约翰福音这里呢 重复了第19节 耶稣向门徒显现时说的 愿你们平安 那约翰福音这里的大使命 是奠基在 17章18节那里 耶稣说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这是耶稣为门徒的祷告 所以耶稣 他并列了他的使命 以及我们所领受 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使命 他特意的显示 他受差派 也成为我们的榜样 这样子教会就应该 根据我们对耶稣 来到世上的任务的理解 来定义我们在世上 所要完成的任务 对吧 既然耶稣来到世上 医治病人 还有赶鬼 帮助有需要的人 并且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包括灵性贫乏的人 我们的使命也一样 所以教会的使命 就不应该只是 限于宣教以及职堂 还包括如何活出 主耶稣的样式 还有他相关的一切的 教导跟实践 我们常说我们在这世上 要做光作严 既然身为耶稣的门徒的我们 我们不属于这世界 但是我们也效法 主耶稣的道成肉身 回到世界去为主做见证 转化人们的价值观 家有没有使命 或者是家的使命是什么 那有使命的家 是什么样子 将大使命放在家庭的这个脉络中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想家庭真的是承载着使命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意的 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家庭有关 都有家庭 都跟我们都服侍家庭 所以我们今天放在这个家庭 这个脉络当中 我们特别要来看看 到底这个家庭里面 这个的使命人生是什么 这我被assign的题目 那希望今天我们有机会 从一个最近的研究 还有呢 我们刚刚讲到那三位 好 我的智囊团 他们在人生有丰富的经验 养儿育女 甚至还有第三代出来的 他有很丰富的人生的经验 还有专业的经验 在那里告诉我们 大家期不期待 期待对不对 好 那我们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是巴纳做的研究 其实这个研究呢 我希望你们看得到那个字 好 看得到 有点小 但是这个 这个巴纳呢 是在2021年收集的一些资料 是在2000多个基督徒当中 其中包括了500多个牧者 他做的这个 就是什么叫做mission 他要牧者跟平信徒 对这个使命下定义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看到 跟我一定要有小小的惊讶 好 当然如果按照一般整个平均来讲 最多数人的那个是 不论在何处宣扬主真理 第二个被招往特定民族 或者是宗教族群里面宣扬福音 第三关顾 好 那个身心灵 有关人际关系的需要 以及全人生命的一个转化 好 这一项真的是蛮让我跌破眼镜的 我觉得说蛮惊讶的 然后下面社会正义啦 或者对上帝的事物 尽心尽力的态度啦 等等 那我想我们在这边 我们大部分都是牧者 或者将来要服侍的人 那我想说 我就 就 刚刚的牧者 好 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定义 我把它提出来 好 首先当然 不论在何处宣扬主的真理 最多人认为这是mission 好 第二位 让我惊讶的是 关顾身心灵 人际关系的需要 以及全人生命的转化 竟然有28%的人 占第二位 其实跟第一位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的Amy老师 她在她的职业里面 专业里面 也是宣教士 是不是 她也是在做mission 这个是 我们真的是觉得 我们在正道里面 还有我们真的是 有做mission的童工 很多 很多的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还有 被招往特定的民族 或宗教族群里宣扬福音 当然这是我们 最一般最认可的 这个有23%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三个 其实这三个 定义里面的这些项度 可以成为我们 在讲家庭使命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这三个项度 来互动 所以 接下来 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们也三位 我们的panel里面的三位成员呢 也要跟我们分享 他怎么样在家庭里面 怎么样在专业当中 怎么样带领我们看到 使命人生是什么 那首先我们这个诗篇 78篇第四节这里 要将 耶和华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并他请要的作为 述给后代听 这是我在教 家庭施工的时候 我常常引用的一个经文 就是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一代传一代 好 这个是我们在 家庭施工里面 所强调的信仰传承 那 我自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所以我特别羡慕 那个 好 家里世世代代 已经传了好几代的基督徒 那我觉得 真的他们从小 一出生开始 就有那个氛围 我特别羡慕 但是我也不会觉得 沮丧 因为我觉得很感恩 我们竟然被拣选 成为 那个主的门徒 所以从我们开始 我们就可以在 家庭里面 就这样把主的真理宣扬 实践出来 也是很美的事 那 那你就看 露着线 这个是 我们的第一个讲员是谁 我们的椅子要摆上来的 我们等一下 Panel要坐在上面 那 可不可以 麻烦同工帮我排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羡慕他们 等一下 他本尊要来到这边 跟我们讲 分享他怎么样在 家族里面 传扬真理 好 哇 你看到这个没有 好壮观是不是 有没有很羡慕 从一到十七 编号的 列队 是不是 这个 当然 刘牧师在底下 刘师母 那我们有请Panel坐上来吧 三位 我们拍手 鼓掌 好 这个 其实 我觉得 聆听每一个人的故事 是非常powerful 非常神圣的一件事 所以等一下 他们也有机会 跟我们分享 那首先 我们就要请刘师母 跟我们分享 您如何在 辅育孩子 长大的过程当中 在你们的生活 家庭生活里面 实现宣扬主的真理 还有你已经是 第 他是已经拥有了十七个孙子 我们刚看到了 你从你女儿们 还有四个女儿 女儿们 女婿们 他们身上 他们的家庭 他们做了些什么 让你看到 他们在延续 或者是 他们有没有不一样的方法 在他们的养儿育女上面 好 我们就有请刘师母 好 各位同学好 谢谢 其实你们在开学前 上过我的课了 所以应该都 对我的家庭 也是很认识的 但是熟练老师 还是要我再讲一次 那我就说 我们这一群 就是被呼召 做全时间 传福音给人的人 那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使命人生 不只是传福音给 其他远处的人 就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最接近的人 其实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不要像 哥林多后书那边所说的 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备弃绝了 我的孩子 他们是传道人 我跟他们说 你不要一直忙着 一直忙着服事 然后忘记你的孩子 忘记你的家庭 他们说知道 我们知道会这样做 所以信仰的传承 其实是神给我们的定规 神在 借着摩西 在那个生命纪那边说 你自己要尽心尽心 爱主你的神 然后你要怎么样 英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所以你必须尽你的力量 要做信仰的传承 所以信仰的传承 不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你这样生活 你的孩子自然而然 他们会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一定要花时间 一定要花代价 所以每天要分别时间来教导他们 神的道理 然后你必须要让他们有操练的机会 所以不是像我们孩子在学钢琴 一个礼拜送去钢琴老师家 一个钟头 你以为你孩子就很会弹琴了 在家里每天一定要谈 要操练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礼拜 带孩子去教会一次主日学 然后你的孩子 自然就会成为爱主的人 没有 你必须要做家庭祭坛 每天分别时间来教导他们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就是设立家庭祭坛 孩子小的时候 每天睡觉之前15分钟 不必很长 每天我们就是有诗歌敬拜 读经 然后鼓励背圣经 见证分享跟祷告 我就是想一讲一讲 这个就是诗歌敬拜 我会用很多图片 因为下午比较会打瞌睡 所以 这是我孙子们 孩子小时候没有照相 现在孙子的时候 就是家庭礼拜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起唱诗歌 然后再来就是研读圣经 看你的年纪多大 有时候用Picture Bible 用Children's Bible 或者是大一点 你就可以用正常的圣经 然后鼓励他们背圣经 背圣经 有时候从一节背到一张 然后一整卷的圣经 就是请他们背圣经 然后给他们奖励 然后拿见证分享 每天晚上 每个人都要分享你今天 有没有遇见 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见神的经历 这样的见证 还有每天 至少每个人一定要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 我今天有什么感恩的事情 这个是见证分享 然后彼此带导 这个是帮我按一下好吗 这个也是video 我的孙女儿 我们就是一家一家这样的祷告 那孙女儿 他们就是很小的孩子 他们也愿意为家人祷告 这个就是彼此带导的时间 没有关系 那这个只是每天15分钟 但是更重要的是 父母生活的榜样 这是整天孩子都在学 都在看 你们要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自己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效法基督 孩子们都在看 都在学 所以每天你所做的事情 你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当然我们不是完全人 我们也会有失败 失败的时候 学习向孩子们说道歉的话 这样他们也会学会 向我们说道歉 那在我们家是随时的祷告 谁说哎哟妈妈我肚子痛了 谁说我今天要考试了 然后马上祷告 刘牧师你们知道 他随时随地就是马上祷告 所以孩子也学习了 他们在外面的咖啡 看到有一个人 扑着脚进来 他也不认识他 他就问他说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居然为他祷告他好了耶 那个人后来就跟着来教会 所以就是学习榜样 然后呢 就是我们每天读圣经 我们都写凌晨日记 然后刘牧师也写 我也写 我们四个女儿 没有叫他写 他们也都写 连我的孙子 他们也都写 所以这是他们的凌晨日记 六七岁的孩子 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些 他们就是 这些是我的孙子 他们有的六岁 有的七岁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生活的榜样 当然很多 就是借着生活的榜样 你转化他们的生命 刚刚所说的那个使命 就是让他们的整个生命 就被转化 然后家庭的布置 也是在向孩子们说话 圣经说 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我自己小时候 我爸爸都自己写圣经章节 挂在墙上 到我的时候 我不会写毛笔字 字也很难看 所以我就剪那些 就是阅历 你知道阅历 就贴在我家的墙上 那希望孩子们 这样子看看 把圣经的章节 就记在他们的里面 有一天我看到 我孩子的房间 在镜子的上面 写了一句话 Going out naked 我说什么意思啊 然后他们下面 有写一个圣经章节 以福所书六章 十到十几节 就是属灵的军装 他自己读圣经 他自己感受到 我每天必须穿戴 全户军装 才可以出去 这就是他们的布置 后来我去我的女儿家 他们结婚了 他们更严重 每个角落都贴身 进张节 比我更严重 所以这就是家庭的布置 也在跟孩子说 你看为宝贝的是什么 我家也贴了一个世界地图 因为我跟刘牧师 常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 要去的之前 带个就我孙子们 孩子们就告诉他 我们现在在非洲的这个地方 你们要为这个地方来祷告 这个就是也是家庭的布置 在向孩子们说话 好 再来就是要有机会教育 圣经说就是要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就要谈论 家庭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机会 你可以做教授 就是信仰的教授 比如说我们家 曾经养了兔子 那兔子就关在铁门里面 但是兔子你知道 他很会挖地 他就挖挖挖 就跑出去 没有想到就被车撞死了 所以这个就是机会教育 跟孩子们说 圣经神所给我们的教导 还有父母亲给你的教导 就是像这些规则 像铁门一样 不是要牢笼你 是要保护你 所以你们如果不听 跑出去 就是像这样子 死路一条 他们就记得很深刻 他们就永远会记得 所以每次我在跟他们讲什么 他们说 知道知道 这个就是铁门 他们就知道 所以意思说 就是这样 就是机会教育 他们记得很清楚 所以实在每天生活 有很多的机会教育 没有时间讲 但是真的是 你这样的教导他们 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 他们就会记得 然后我们遇到事情 感恩的时候 每个人一定要做感恩奉献 在你的生日 在你遇到车祸 差一点车祸了 记得感恩奉献 所以有一天孩子打电话说 妈妈 今天我们这边下雪 开车很危险 我的女婿说 撞到别人家的那个 那个信箱 那我说 那人都平安吗 说平安 我说你 他还没讲 知道了 知道了 要感恩奉献 他们就知道了 所以这些就是机会教育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可以做的 然后机会教育当中 你可以跟他们讲到 你的人生价值观 很多时候 你在分享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对人生来说 不是赚钱最重要 真的是能够活出 耶稣基督的榜样来 所以我的价值观的分享 如果你的价值观 跟孩子的价值观 跟你一样的话 你们很自然就成为伙伴 他们就什么事会告诉你 然后你们会成为好朋友 所以我的孩子们就是 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的 有这样的价值观 所以我的大女儿 她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家住在高中的附近 她说妈妈 我可以开放家庭 请我高中的同学来家里祷告吗 我当然可以啊 她也知道 她当然可以 这种事情 爸爸妈妈一定是很高兴的 所以每个礼拜三 有40多人来我家祷告 就是高中的同学 然后她大学毕业 就读神学院 跟我的女婿 后来他们就 对他们要建立家庭之前 她就说40天要进食祷告 我说你做新娘的时候 那天会昏倒吧 她说妈妈 建立一个家庭 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 一定要进食祷告开始 所以那40天只是吃留职的 我必须配合她 每天弄柳子给她喝 我很辛苦 但是她也知道 父母亲一定support她 然后她以后就是设立一个教会 以后听到神的呼召 要搬到Kansas City去 去IHOP聚会 然后她只要是把神搬出来 我们都没话讲 就support她 希望她是讲真的 所以就搬到那边去 那她现在在Kansas City 一个基督教学校 叫做The Daniel Academy 在那边做校长 是一个从幼稚园 一直到12年级的校长 所以她一天到晚 好像院长一样 真的是要经历经济的困难 要经历很多行政的问题 每天都到半夜才睡觉 但是知道父母亲都在为她祷告 这是老大的一家 老二呢 老二也是 她从出高中就到台湾去Mission 都在孤儿院 在那边育幼院做Mission 所以她结婚 结婚之后 她结婚之前 她就读夫了神学院毕业 然后结婚之后的第一年 她就说爸爸妈妈 我们现在没有孩子 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结婚的第一年给上帝 我们就到台湾的育幼院去服事 上帝搬出来都没话说 对不对 上帝感动她嘛 当然要support她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 那她现在也是在教会 就是做青少年事工 做儿童事工 我们也都是这样的 积极的支援她 那老三有五个女儿 然后她就是也是两个都是传道人 都是孤儿神学院毕业的 然后她们本来就是在那个 一个大教会里面在做青年事工 以后呢 感动要到外蒙古去宣教两年 又是神搬出来了 神感动她嘛 所以我们只好支持她 送她过去到外蒙古 那时候只有两个孩子 两年之后回来 她们又做青少年事工 去年一年多前 她们的母会 派她们到urban去开做教会 就是几乎从零开始 但是她们两个夫妻 真的是日夜忙碌的 开放家庭 煮东西给人家吃 聚会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二点 都不回去 年轻人没有家 把她们家当作她们的家 非常的辛苦 但是一年多 从八九个人 然后现在有四五十个人在聚会 所以是很不简单 但是她也知道 只要是出于神 神会帮助她 父母亲都会支援她 我常常要帮她煮很多的菜 把她放在冰冻里面 拿回来就拿回去 她说妈妈 我今天用你的卤牛肉 我就煮一大锅给我们的会友吃 我说好 我能够帮助你就是好事 然后我的老四 四女儿 她在高中的时候 就带领很多人信主 因为她知道 她只要带领人信主 妈妈 礼拜五笑 我能不能把我的同学 都带回家里来吃饭 当然不是所有同学 几个同学 当然可以 吃完饭以后 就带他们去团契 居然会 一个一个又送他们回去 礼拜天 也是这样子 去带她的孩子 然后大学以后 她就觉得 她带信主的人 因为到大学 不一样的学校 就离开神了 她很难过 经常在为他们 四十天进食祷告 然后回到家 她说妈妈 我在我们家 开始一个 House Church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又是support她 煮东西 载人 就是这样子 一直到她结婚 就跟她的先生 一起到 跟她先生的教会去 也就是我大女儿 设立的教会 然后现在我的四女婿 也是在读神学院 读夫人神学院 所以他们四个 都是不是神 所以你的价值观一样 他们就是 我们有一个族群 每天都在分享 神今天做了什么事 今天又带领谁信主 如果价值观不一样 说你每天讲这些干什么 我听都不想听 但是因为价值观一样 我们就一起喜乐 一起带导 这个就是价值观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 机会教育当中 可以做的 然后再来 又带他们做 信仰寻根之旅 有一天我在读 读到创世纪这里 就是雅各 他在伯特利 看到天梯 神向他显现 是不是 然后他有一天 又回到迦南地 神就跟他说 起来 带着你的家人 回伯特利去 足一座坛给我 他真的就去了 在那里献祭 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 今年是我跟刘牧师 结婚50周年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想说 我们要用什么 有意义的事情 来做我们的 结婚50周年 可以纪念的事 后来祷告 我就因为正好在写 一篇文章 写这篇文章 我们几个作者都是在写 祖父母的信仰传承 那我就写到这一点 我就说 好 今年暑假 我们就是全家27个人 就回台湾 做我们的信仰 寻根治理 你知道是很不容易 但是就是 也做到了 然后我们第一站 就是到 就是为了要将 耶和华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述说给我们的后代听 我们租了一辆巴士 就做了我们27个人 加上导游跟司机 就这样一路上 我们就讲述 我们的先祖 我的爸爸在哪里设立教会 我的 刘牧师的爸爸在哪里设立教会 第一站 就是 第一站我们先到台湾正道神学院 美国正道还没来 等到 等到Christmas的时候再来 因为我们不在 然后在台湾正道神学院 跟他们的师生一起合影 然后就是这一张 就是在那时候造的 然后他们每到一个地方 可以弄video一下吗 每到一个教会 我们参观了十二三个教会 每到一个教会 孙子们就唱这首诗歌 求你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的荣耀 孙子们就唱这首诗歌 然后就是说 他们要看见神 怎么样借着主父母 借着父母亲 他们彰显他们的荣耀 那所以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看一下下 I lift it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See you, I lift it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I want to see you 好 这是他们每到我们十二三间的教会 每到一个教会他们就唱这首诗歌 就是要看见神借着主父母所设立的教会 彰显他的荣耀 第一站 我们就是看到刘牧师在中原大学被神呼召 我们就到那边为那个地方祷告 再来我们沿路也看了很多我爸爸设立的教会 后来到东海大学就是我跟刘牧师认识结婚的地方 后来我们在那里做学生工作 以后到台南刘牧师的爸爸所服侍的看西街教会 还有我爸爸在1919年1929年所设立的西港圣教会 所以看很多我没有把相片都弄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带领他们做信仰的传承 他们就很excited 他们就录音起来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录音起来 他们知道他们的信仰从哪里开始 他们都very exciting 说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信仰是从哪里传承的 再来就是每天要提名为你的儿生祷告 你如果没有为他祷告 谁会为他祷告呢 你最亲的人你不祷告谁会为他祷告 约伯每天为儿女献祭祷告 所以我们跟刘牧师 我们每天分别就是为我们的儿孙祷告 但是礼拜四的中午 我们两个就近时 我们就一起为儿孙祷告 他为老大一家 我为老二一家 他为老三一家 我为老四一家 一个一个照他们生心灵的需要 把他们提到神的面前来 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 全家这么多人 要念一次都很不简单 但是神既然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就要付出这么大的责任 所以期待我们都不忘记 我们家庭的使命人生 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子孙的祝福 而且我们的mission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 好 我就分享到这 我们真的是觉得 我是第一次听到他们这一趟旅行 回台湾之旅 寻根之旅 很精彩 我觉得这给我们大家一个鼓励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这样生养这么多众多 但是我相信 我们可以生养属灵的子孙 好 还有一个就是 跟大家分享这个 十篇六十七篇一到五节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这个是宣教的诗篇 我们学院里 那个 蔡老师你要跟我们讲什么 是的 可以 也可以给我们补充 对啊 要要要 谢谢蔡老师 那个 我们学院 有很宝贝 有三对 inter marriage 就是不同的 culture 组成的婚姻 大家 我刚刚有讲 讲 number 是不是 三对 我要给你们猜的 特别是新来同学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保障 很宝贵的资源 有Dr. Cook 我们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 Dr. Cook 还有 还有我们在座的Tony老师 还有陈彬老师 那真的很感恩 那我请到了那个Tony老师 他要在这里 对我们来分享这个 我想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什么叫做Missional Family 然后他在这种跨文化的经验当中 怎么样去活出主的 主的真理 宣扬主的真理 在这样子的 其实我想不只是跨文化 他们家可能有三个文化 在那里交流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 我们就有请Tony老师 陈牧师 谢谢 我在想到这个 问这个使命的家庭的时候 我们当然知道 很简单的 当然大家都承认就是 被神差遣去分享这个福音 就像如这个马太28章的这个大使命 可是我们想到这个 注意这一点 当耶稣他差遣不同的使徒 去做他的见证人的时候 到地级记不记得 不管是耶路撒冷或是犹太 或是撒玛利亚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他说什么 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 就是说你们要等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得着能力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等这个圣灵 才能够使他们去传这个福音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他们的这个事工 都是以肉体的运行的时候 所以我在想 圣灵就是一个关键词 当作一个使命的使徒 甚至使命的家庭吧 因为我们分别跟非基督徒的家庭 差别在哪里 就是有见证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当中 那我说 对我们来说最清楚的见证就是 我常常说 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圣灵的果子 有没有 就是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 对不起 对不起老师都是背经文都是英文 对的 我记得那个有一次我和师母 我们去看那个开放门户 就是Open House 有没有 你们常知道参观的时候 Open House有的时候 最近都有请你进入的时候 有穿那个鞋套 有没有 那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进去的时候 然后站在我们前面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那个房地产的这个中介人 然后他看到我突然就跪下来 然后我就帮师母穿上他的那个鞋套 所以我把左脚套上去 右脚套上去 那个中介人看到我的时候 他说 哇 我很少见到先生这样子的这么体贴他的妻子 可是我说这只是一个可能是圣灵的果子吧 有没有 这样子的能够爱这样子妻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想我们最大的一种见证 人们能不能看见我们以基督徒的夫妻当中的一个疲齿的相爱 他们看得见吗 你们疲齿的一种温柔的对话 忍耐有没有 这些的圣灵的运作 你们的孩子有没有看到你们夫妻的喜乐 请问 对不对 常常见到这些任何的九个果子从这里开始 我们都还没有谈到这个圣灵的恩赐 那是任神给的 可是圣灵的果子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们继续的这个发挥 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快乐或者和睦 我们常常说 happy and harmonious family 因为耶稣也不是说过吗 当人们怎么样 如果你们疲齿的相爱 众人就会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我觉得忍耐当然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 我知道我们常常很喜欢引用那个 记不记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不是说要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吗 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样的活祭 是一个保罗说要作为一个圣洁而蒙神喜悦的活祭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召 一个使命是什么样 圣洁的一个family 所以我说要做圣洁 当然就是透过圣灵 产生祂的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当中 有这些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神非常的喜悦 我想我们的孩子会更喜悦 看到我们发挥这些点子 所以我觉得保罗也说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侍奉 记得我们的呼召是一个圣洁 蒙神喜悦的家庭 第二个关于跨文化 怎么样帮助我们宣扬这个 这个truth of the gospel 你们也知道我们是双文化 当然我都是美式台式的 跟南韩的这个culture一起举层起来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 是用木块还是铁的那个扁的筷子 那时候就已经有面临了这个挣扎了 要使用哪一对 后来当然之后 因为它铁块太重了 我的手每次吃了饭都会酸 很累 后来我们就妥协 后来就买了铁块 是圆的空心的 所以这些 我意思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婚姻 这么多年 是我们两者没有坚持自己的文化 你懂意思吗 我们婚姻建立即使是在 不是台式也不是韩式 是建立在福音的一个文化 因为我们两者都 我们尊重怎么样彼此的享福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真的是我们婚姻之间的一个中心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真理和福音的价值观大过于我们两者的这个文化的背景 那当然我们跨文化也有它的好处 是不是 就是可以把两个文化当中的最好的点 都把它抓出来使用 最好的例子就是饮食方面 有没有 扩展 认识了师母 他就又介绍我更多的菜单的这个骨汤 那个 那我介绍臭豆腐 所以这些都可以 扩展 expand our horizon 在这当中 这是一个福利 当然我最后一点就是强调就是说有一个同样的文化 也不会见得保证一个人的家庭的快乐跟和睦 为什么呢 我记得我跟师母要结婚的时候 你知道他周边的这些韩国朋友 听到师母要嫁出去一个不是韩国人的背景的时候 他跟他们都在摇头说 哇 他们为他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以后的婚 他这个婚姻当中 他需要用第二语言 来互动 你知道这是多么的吃力对师母 师母假如要用母语流利的话 哇 这个 我都会输给他了 所以感谢神 这是一个恩典 可是 所以他要用第二语言 可是 没关系 我们这样子度过了 可是你知道 重点是在于 我们结婚之后很多年 师母后来也开始 为他的一些 这个韩国的夫妻开始辅导 因为他们婚姻出了状况 OK 所以师母就这样子一直在辅导他们 可是后来我看见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我们两个的婚姻 其实比他们还快乐 虽然他们两个夫妻是用同一个语言生存 你懂我意思吗 那时候他们可怜我们 可是我看到 我说 谁可怜谁啊 我就后来就发现 其实是 真的是一个婚姻 鉴定不是你同一个语言 同一个文化就保证怎么样 快乐 是不是 而是我们真的之间 我们有一个那个福音的真理 跟福音的这个价值观 在这个当中连结我们才会导致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么快乐 和睦 圣结 跟幸福的婚姻 谢谢 我们也受到激励 好 最后这个部分 我说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强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这里的 最后 但不是最不重要 last but not least 所以我们就要来问这个林慈敏牧师 林慈敏老师 我就心里头一直觉得他是牧师了 觉得他有时候他真的是在喂养我牧养我 特别在这个身心灵全人的那种健康上面 那对于这个重要却容易被弟兄姐妹所忽略的使命 关顾身心灵跟人际关系需要 以达到全人生命的转化 这有一文啊 原来的那个原文我附在上面 请问你看到的挑战 在我们华人当中 或者是我们神学生当中 或者是我们牧者当中 牧者家庭当中 我 你看到的挑战是什么 那你的建议又是什么 好 我们刚才前面两位分享都非常的 展示出很好 不管是婚姻生活或是传承 那我不管是我个人或是我的工作 看到都是很不完全的 我有一次去带一个家庭营 然后最后最后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会 Q&A然后就问我说我怎么管教我的青少年的小孩吗 我一个青少年的女儿 那我就说我也会崩溃啊 我也会大吼大叫啊 然后我也会犯很多错 只是我可能知道自己犯错这样子 然后就讲完以后就有个姐妹就跟我说 Amy老师你今天三天讲什么我都忘了 最后你讲那句话好安慰我 他就说因为你的失败让我觉得我也可以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我个人很多没有 完全没有贴近他们的那个很好的传承 或是gentleness and loveliness 那我的工作里面也遇到很多出状况的家庭 就是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尤其是在这种双文化的北美的这个context里面 那既然淑林老师问我关于这个身心灵 那我就想到shalom这个概念在圣经里 是不是一个全人的概念 是个身心灵愿你平安 是个身心灵的概念 但是我们华人基督徒 请问我们通常是强调的是什么 身心灵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 身体健康吗 好像有 还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属灵 对不对 我们认为灵对了 其他都对了 我觉得在总体上 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状况 但是很多时候 我看到的很多的状况 尤其是在很多辅导青少年的里面 我看到他们的心 就是他们的心嘛 现在很多的这种 depressed焦虑的 有很多很多心灵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可能这都重要对不对 我愿我们每个人的身心都是健壮 身心灵健壮的 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三个比较平衡 那我就想到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在做心理评估有一个词叫做 有些人的思考或是情绪叫做 很concrete concrete thinking 或是concrete emo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些人他只看到事情 而不是看到看不见的 像有些人他看事情 他只看到看得见的 而没办法看到看不见的 那什么是看不见的呢 人的情绪是看不见的 人的互动的pattern是看不见的 就是家人的这种pattern是看不见的 比如说 刚才提到家庭祭坛 我觉得那是美丽的 但是有些人他只看到 我们家要家庭祭坛 我们要一个礼拜几次 我们要多长 但是看不见的是 你硬要你的孩子来参加的时候 他的表情是怎么样 他有因为参加这个服饰 家庭的服饰开放 他有更贴近神吗 所以这个看不见的 那还有就是更多的 看不见的跟孩子们的对话 很多时候 其实如果说孩子们 可以很坦诚对父母亲 他们就不需要来找 专业的諮商师 可是他们无法跟父母 讲很多心里面的话 是因为我们的心脏不够大刻 讲真的 你如果你的孩子 把他所有的事情告诉你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承担多少 因为现在的世界 真的很不一样了 现在连性别都是很混淆 现在你站出来讲 你是基督徒 大家是有一种 觉得你是一个 心松狭小的人 甚至一男一女 长久的关系 也不是一个必然了 现在有很多开放式的关系 在Young Adults里面 I don't know if you are aware 那我们还很坚持的认为说 这东西都不在 我们的世界里吗 所以我觉得看不见的就是 这个当今的挑战 看不见的是 我们家人的情绪 看不见的是我们的 pattern 我们的 cask 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有没有带来 喜乐的生命 有没有带来 真实的 真实的交流 所以我会觉得说 要怎么办呢 让我们的身心灵 能够更健壮 我有几个大概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求神 帮助我们打开 那个看不见的东西 包含最重要 就是我们自己的里面 我们的自我的打开 自我的认识 当然这很多时候 是需要摆在神面前的检视 神要检视我们的里面 像有福利牧师 常常教导我们的 跟神的对话 跟耶稣的写信 我们有没有打开 我们有没有给神 那个空间 像Jane老师讲的 我们有没有space 留给神 跟我们交流 还是我们就一直活在 很多的忙碌 跟完美的追求里面 所以我觉得 看不见的是这些 那最重要是 我们自己的 self awareness self openness 跟examination 在神的面前 那另外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 谦卑跟同理 那你说 我不晓得什么是同理 你们会在教母协谈 学到很多同理心 我相信很多同学 都已经知道了 那同理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 有没有办法 能够贴近我们的家人 去揣摩 他们正在经历的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办法 所以第一个是 自我的认识 跟求神的见察 那第二个是 谦卑跟同理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从一个很高的 目标的追求 走下来去贴近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人 那第三个就是 透明跟敞开 因为现在这个 后现代的世界 他们不要的是一个 好像你永远都是 不会软弱 他们会觉得 不敢跟你分享什么 可是反而我们可以 真的是 好像 哥林多后书这边讲的 夸自己的软弱 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 完美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成为一个 在神面前 可以很真实的基督徒 所以这些真实的分享 反而让我们的家人们 甚至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更打开他们自己 来分享给我们 他们的软弱 当然我还是要说 前面两位老师讲的 都是真的 都是好的 但是因为我遇到的对象 很多是出了问题的家庭 那我挤几个例子 好像有一次 有一个很忧郁的青少年 他忧郁到他无法上学 然后他没有放学 你想想看他的作息 是不是很日夜颠倒 然后每天在那边打游戏 然后他的爸妈妈妈就说 你这样子好像浪费你的生命 你为什么每天要打游戏 你要是不打游戏 你就不会depress了 可是这个孩子 他如果不打游戏 难道你要他整天脑子 都不想事情 然后就昏昏噩噩 躺在那里吗 所以我知道打游戏是不好的 可是至少给他 有一个专注的点 给他有一个 跟人家互动的可能性 那我就是鼓励这个爸爸 都跟他的孩子谈 他的里面的状况 而不是只要focus 他有没有打游戏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叫做 你打开看到他里面的状况 那另外有一个孩子 也是 by the way 很多男孩子 其实有很多情绪上面的状况 我们不要以为都是女孩子 一个小男孩他就他有这个过动症 ADHD 然后呢他在学校就常常坐不住 然后常常被老师骂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在学校常常很多人就欺负他 他说他们教他 就教他很难听的名字 他说有个字我刚学的 他说他们 they call me dog water 你是 dog water 我说你是 dog water 你们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吗 狗的水 就是是一个gaming的term 就是在指说 你是一个很垃圾的人 就是说你的技巧太烂了 你在我们队上 你是一个很差的一个player 这样子 可是他们在真实的队 也这样叫他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是 很传统 就是说你就坐下来 每天学习几个小时 你就可以克服了你的 你的ADHD 你就可以用你的实力 去证实给这个世界 你要living well is the best revenge 你活得好就是最好的报复 然后我就跟他说 呀你能试词 可以试词living well 他说 I guess I'm not living well 那他就说 因为我是 dog water 所以我觉得他有这样的表达 可是我说那你跟你爸爸讲话的时候 你跟他说你很痛苦在学校 他说什么 我爸爸就说 就是训话 你就是用功一点 你就人生就不会这么 你就不会被他看不起这样子 所以我 我是在担心就是说 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更多的挑战在今天 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更贴近孩子一点 如果我们可以更贴近他们 也许他们真实的样貌 我们可以更了解 那也可以更多的 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来 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 I think 不一样的展现 我遇到的是很多出了问题的孩子 希望我们的孩子不会走到那里 但是万一是 请问基督徒里面有没有人会 忧郁跟焦虑的 会不会 有 请问牧师们会不会忧郁跟焦虑 但是有的时候更难分享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活出一个有力 但是也可以很真实 也许也是可以展现 经过软弱的被神得着的一个生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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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老师 谢谢三位 我很感恩 我们三个都没有约好要讲什么 可是 我觉得大家都把每一面 很重要的那个部分呈现 跟大家分享 我想这都是生命的分享 我觉得很感恩 好 接下来我们 刘牧师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QA呢 10分钟吗 可以啊 还有10分钟耶 好 太好了 那刚刚蔡老师第一炮 蔡老师请给我们指导 没有 不是指导 但是问问 我觉得 我觉得刘师母 你真的不知道我们大家有多么羡慕 甚至于是嫉妒了这样子 那我觉得包括我还有很多人 我们很想知道就是说 就像Amy老师刚刚讲的 你们家的孩子 好像没有受到外面的污染一样 那我们的孩子都要出去面对污染这样子 那你们有没有在家 当然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因为 你们的关系那么美好 你们的价值观那么样的共享 以至于孩子愿意这样子 来跟你们一起去寻求信仰 甚至于你们可以这样 Generationally的一直在传福音 我觉得好美 那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 就是说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过 如果你没有过的话 我们会觉得那你们是太幸运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也跟孩子 怎么去struggle那种 他们在学校遇到的这种 说它是dog water 真的很难听的这个词汇 所以可不可以帮助我们 很多我们这么平庸的人 知道吗 怎么办这样子 谢谢 希望不要让大家误会 我们不是那个perfect的 但是十分钟叫我讲 我不能 没有时间 上过我课的人 大概有听过 我也depression过 对不对 你们都上过我的课就知道了 所以没有时间讲那么多 我的孩子们 他们在teenage 也是有frustrated的时候 我一个第三女儿 现在是开拓教会很认真那一个人 她在teenage的时候 小学五六年级还是出高中忘记了 就跟我说 妈妈 我做牧师的孩子做得很累了 我不想做乖女孩 我就觉得她怪怪的 为什么会讲这种话 就特别的去关心她 特别的去注意到她 所以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的艰难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回嘴 有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但是因为他们都亲近神 他们自己写journal 每天他们从小就自己写spiritual journal 每天都写 所以有时候他就生气 跟我跟妈妈顶嘴生气的时候 他进去房间关起来 就自己写journal 自己跟面对神 等一下他就好了 他出来就妈妈我还在生气呢 我还在生气他已经好了 我说你好了 把妈妈弄得气呼呼的 但是都是有这些经历 不是没有 但是因为几分钟 我们只能讲这些 就是一些原则 那也是真的 但是他们也是有这样高高低低 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也是不容易 所以我意思说 走过这么多年 但是有时候你孩子的好 你会记住孩子的坏你已经忘记了 因为我已经 已经那么多年了 已经到第三代了 有时候就忘记了 那但是我知道 也是经历很多的艰难 所以要花很多的心血 花很多的时间 去鼓励他们 扶持他们 陪他们走过去 所以是不容易 所以我说 你要看到成果 很高兴 但是你知道 你要流泪洒走 才能够欢呼收割 这个过程是不简单的 所以让他知道 我们不是完全的 刚刚本来就是要讲 不要听到这样 以为是完美的 没有 是很多的艰难 这样走过来的 好 谢谢蔡老师问了 这么好的问题吧 最好的答案 都带给我们大家 也谢谢林慈明老师 在那里给他 给我们大家 预备很好的空间 能够讨论我们的软弱 是 好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好 把握这个时间 就是 对 对 我问Tony老师 一个问题就是 你刚才说 台湾 美国 还有韩国 这种冲击 其实对于一个男性 在这个社会上 或者在职场上 你的身份和你的角色 就是如何你去 这个活出那个 像耶稣一样的生命 就是你周围 比如说你的太太 跟你的文化有张力 包括你周围 有很多不同的男性 他们也会陷入到各种 比如说 他这种性的challenge 或者是一些 这个社会的这种压力和挑战 就是你自己怎么去 面对和服事他们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从神来的这个爱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何跟一些男性的 这些弟兄也好 或者非基督徒去互动 就把这个爱去传递出去 对 也很好的问题 我说 我说我们每一个文化的背景 的不同则 他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 优惑都是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罪 不管是这个瘾 不管是韩国人 台湾人 这个瘾都是一样的 这个男人面临的这种性的 这种瘾 都以 every culture will have it 所以这个瘾的引发 怎么样去克服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了解 这个我们信仰的这种节制 这个self control 怎么样去得着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幸福 我们的这个圣灵 必须这个圣灵帮助他们了解 不管他们的文化的背景 我知道我常常会跳 有时候我太太会说 我好像跳到美国诗 又是台湾诗 I can jump back and forth 这有的时候会搞他糊涂 他会 right the best of both but 我其实我的背景 可以让我更应付双文化 因为我两个文化 我都习惯 其实是一个 神给我一个特别的 从小就一个国际的背景了 所以你看神已经预备我 同样的师母 他也是在他兄弟姐妹 他的英文最流利 你知道吗 他在演讲比赛 在韩国的时候就得名 然后他们都觉得 没有想到他嫁 you know 到国外 OK I'm off subject right now 对不起 我要讲我自己 我刚刚有没有回答问题 好 我不再多讲 什么时候我们请那个 陈牧师跟那个师母 一起来主办一个讲座 异国婚姻 好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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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把握时间 好 好像剩下 几分钟 OK 我觉得这段时间 是我们大家能够 更了解彼此的时候 那其实在家庭事工当中 也是 收到这样的信息以外 也需要去把我们 去给他排除掉嘛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怎么做的呢 而且当您提到说那些 有问题的小朋友 他们 在工作当中 您会比较有耐心去面对 那等到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 可能孩子也会出现 这种类似的问题 您是否也会很有耐心的 面对自己的孩子呢 对 很好回答 最后那个很好回答 真的很难 我知道自己的孩子跟 就好像说你去牧养 对不对 你去跟别人家谈的时候 别人家的眼睛是亮晶晶的 然后是willing to take in 你的东西 可是你的孩子就很不屑 我以前在这边教学 然后他小时候 我常常带他来我们的retreat 以前我们在外面retreat 然后他就说 我不要听你的话 我说妈妈是老师 你知道吗 他说他听老师的 不要听我的 我说我是老师 他说哪有 他说Logos那边 他说Logos那边都没有老师 我们kindergarten才有老师 所以他根本就不把我当作 就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但是就是 他有很多的对谈 我是觉得 就是客服就是很多的对谈 你们知道你们 你们小孩子刚拿到手机 他会一直给你看 看一些TikTok 一些Instagram上面 有的那种很无聊的影片吗 你们有没有这种 那你就会说 哎呀烦死了 每天都看这个 这有什么好笑啊 就是可是呢 我就说每天 我就说 我要deal with your nonsense 他每天有很多non-sense 就是给我看这些 有的没有跟我讲 他朋友里面的 发生的那些drama 那些非常 就是我每天 就是跟他对谈这一些 然后try to 我可能不先跟他讲道理 我就是先跟他说 呀你一定感觉很怎样吧 你一定很烦吧 然后同学们讲你坏话 你一定很伤心吧 我就是先抓到他的情绪 然后等到 等到他比较calm 我们再来谈 怎么做 而不是先讲道理 因为很多都说 我知道我们孩子发生事情 我就会说 像很多孩子 我的client会跟我说 我只要跟我爸妈 讲什么抱怨 他们就会说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让朋友这样对待你 是不是你今天很不乖 老是才骂你 刚好 就是他们觉得 爸妈就是会很驯化 但是我试着就是 咬住舌头 不要先讲驯化的话 先 比如说他在A点 我在B点 我先走过去A点 陪他坐一会 然后我再跟他说 B这边也不错 这样子 这是我的方法 但是我的孩子还没有 我的孩子还没有很成熟 所以我还在 我还在这当中里面 崩溃当中 等到他上大学毕业 第一个问题是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 是不是 第一个问题 排解 就是当您听到这些 负面的东西的时候 您怎么排解出去 OK 这个我们有些 在上教末学坛也会提到 是怎么样 划好的界线 这个是蛮难的 就是把别人的问题 跟你自己的生活 划一条线 像如果你去探访 很多人会在车上 会祷告 对不对 那我如果做完我的工作 我就会说 神啊 这个人可能想自杀 那个人可能有暴力 我不能把他带回家 我带回家 每天想的 It doesn't help me It doesn't help them 对不对 我每天囚烦着他 有帮到我自己吗 有帮到他吗 但是我在这里帮 我在这边祷告了 神啊 问题交给你了 他的生命是 在他自己跟你的手里 我只是一个同行者 那就是有个好的 好的界限跟切割 那这个要很多的锻炼 我相信是可以的 好 我们时间到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继续有什么 我想有机会 修到我们老师的课 也是可以在那个时候问 好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请 刘师母 好不好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吗 主耶稣 感谢你的恩典 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建立家庭 你给我们的家庭 带给我们很多温馨的回忆 家庭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但主耶稣 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经营这个家庭 家庭也成为伤害我们最深的地方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看到我们人生使命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priority 我们要怎么样用耐心 用爱心来建造我们的家人 好让他们 真的是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也能够真的是一生爱主服侍主 求神帮助我们 靠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 但靠着主 我们 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能够达成 求你帮助我们 真的要流泪撒肿 有一天 我们就能够欢呼收割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谢谢Panel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